结婚纪念日,老公深情的清白月光运度的视频被推上了同城热点,而我恰好就在离他不到两米的地方。 我目睹他连亲带舔了好一阵,然后心满意足地擦了擦拉丝的口水,拿出手机打字。 我正恶心地不行,手机突然叮咚一声响了。 老公,宝,我在外地为咱们的未来打拼,有点累。 哎,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我笑回,嘿嘿,我就在你身边啊。 惊不惊喜,结婚纪念日,老公傅时艳说在外室出差,不能回家。 我一个人逛街散心,被电动车重重撞击,整条右胳膊都不能动了。 傅时艳却说正是签合同的重要节点,赶不回来,让我自己处理。 我孤单地坐在医院冰冷的长椅上等,检查结果,地音推给我一条同城热点视频。 一男子在产科门口亲孕妇的肚子,孕妇低头抚摸男子的头。 那两人沉浸是甜蜜,根本不知道有人在偷拍。 弹幕炸了,猝不及防吃了满口狗粮。 这是真甜啊,口水都落丝了。 我家的狗子要对我这样,让我死都愿意。 我看那男人轮廓,和傅时艳还真有几分像。 不过他是高冷型的,偶尔才会说句甜言蜜语,听起来还总感觉有点违和。 不像视频里的男人对女人那种柔情蜜意,是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 我忍不住发弹幕吐槽,和我家那狗子还挺像。 可惜他高冷不会浪,舔不出这种痴狂,这时视频里的男子慢慢抬头仰望女人。 那高高的鼻子,若雕塑般的容颜,那深情的对望,浅浅的眼神,弹幕又是一片尖叫。 天啊,好帅!我要和这种极品好男人天长地久。 女的也好美,不愧天生一对,我浑身抖若筛糠,就像一片被龙卷风卷到天空的枯叶,瞬间四分五裂了。 我哆嗦着手打出弹幕,婊子配狗,才天长地久。 渣男贱女才天生一对,网友纷纷嘲讽我,好大一坨臭酸笋。 真有人见不得别人好,我气到,哪有人? 那是狗。 舔狗不得house,这该是我活到这么大,第一次这么刻薄地说话。 这时,博主镜头恰好扫到了医院的logo。 好巧,竟和我同一家医院。 这算不算天意呢? 自己男人那么深情,我不得赶紧过去见识见识吗? 我抱着受伤的胳膊,起身去到了产科。 正好看见傅石燕小心翼翼地掺着个孕妇,一脸幸福地从我前面走过。 真是太好笑了。 她满眼是那个孕妇,和我擦肩都没认出我来。 那个孕妇不是别人,正是她的白月光流雨晶。 前些时候,听说她被富豪老公给踹了,不得已挺着孕渡回国了。 我还暗暗同情她挺惨的,没想到我才是惨中惨。 她俩旁若无人地贴在一起,走到产检室外面椅子上坐下。 刘雨晶哀压了一声,傅石燕立即一脸紧张。 刘雨晶咯咯笑了起来,笑得就像要下蛋的母鸡。 她露出肚皮示意她看,娇声道,孩子踢我了。 傅石燕立即把脸贴到她肚皮上哄道,臭小子,不要调皮踢妈妈呀。 乖乖的,我给你唱儿歌。 她说着,竟然对着肚皮真的唱了起来,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那嘴,离肚皮那么近,时不时就舔在了肚皮上。 那口水拉丝,是真真的。 看得我一阵恶心。 又唱又亲,又舔了足足一首歌,傅石燕心满意足地擦了擦嘴,低头掏出手机打字。 我手机叮咚响了。 傅石燕,宝,我在外地为咱们的未来打拼。 这单签下来,公司上市指日可待了,就是有点累了。 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这该是结婚后她第一次对我说情话吧。 真是刻骨铭心啊。 我笑出了眼泪,回道,嘿嘿,我就在你身边啊。 惊不惊喜,她瞄了眼手机,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还不忘警惕地四处张望。 看她那做贼心虚的模样,估计我现身了,她能直接心梗了。 可我转念一想,现在现身,不过是骂几句撕破脸,再在博主的直播镜头下丢人现眼。 搭上我的脸面,她还没有实质损失,实在不划算。 打蛇打七寸。 她送了我全程共同见证的大礼,我怎么也得回送程度相当的礼物给她吧。 毕竟来而不枉非离也。 回到家时,滑灯初上。 窗外投射进来的橘黄色光韵,更显得此颗偌大的房子格外清冷。 再看我手上的婚戒,就像个天大的笑话。 我毫不留恋地摘下,一个漂亮的抛物线扔到了马桶里。 冲水时的声音,就是八十分贝的一个字,爽。 可这还不够。 我到了杯红酒,一边清措,一边等着看短信账单通知。 家里所有银行卡的联系电话都是我的号码。 而我深知傅石燕的习信。 晚上八点,她在七星大酒店开房了。 我加了前台小姐姐微信,赚了一千元给她。 过了一会儿,傅石燕连续十个一千三百一十四转账通知。 她这是得手了,而且应该很满意。 时机正好,体业,付款证据都齐备了。 我打电话,七星大酒店,2801房,好像招票。 不一会儿,我就看到了精彩的现场直播。 几个警察带着刘雨晶和傅石燕向酒店外走。 他俩捂着脸,头发散乱,衣衫不整。 看来现场挺激烈。 围观的人,嘖嘖,孕妇还出来当机。 那男的口味挺特别啊,一看就恶心。 这视频也上了地音。 有心人立即指出这是之前热点视频的男女主人公。 大家立即热火朝天扒了起来。 姓名,婚姻状况,这些信息,哪里瞒得住网友雪亮的眼镜。 特别是有心人之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他俩终于实名火爆全网了。 嘿嘿,不知这大礼,配得上他们的厚爱吗? 这一夜,我睡得出乎意料的香甜。 醒来十天已经大量。 许久以来,我第一次不用在心里牵挂着一个人入睡了。 真轻松啊。 我一打开手机,微信叮咚响了。 赴石宴,补具祝福,纪念日快乐,哦。 凌晨五点发的,这么快就出来了。 他给我补祝福,在昨天以前我都会傻乎乎地信他是真心的。 毕竟结婚这么久,我从未怀疑过他,他对我也算好。 可昨天那么刺激的一幕,让我瞬间清醒了。 山鸟与鱼本不同路,他说这话必有图谋。 只是不知所图为何,我有点好奇。 我一字没复,静静看他表演。 看我没回复,他又转账过来一千三百一十四元,去买个自己喜欢的礼物吧。 切。 回复一个字,那都算我贱。 我的沉默,让赴石宴忍不住打过来电话。 想到还要和他拉扯一下搜集点证据用于离婚,我便接了电话。 他,没有给你过结婚纪念日,生气了。 我,嗯,他,我提前结束公差了。 我,嗯,他,我一会儿就能到家。 我,嗯,他,你怎么,他的语气带了几分怒意。 我直接挂掉,已经决定止损了,谁还惯他毛病。 回想结婚以来,他其实一直很高冷,极少哄我。 我,我以为他性情如此,虽决遗憾,但并不介意。 现在明白了,他不是没有温柔,只是给了别人。 过了一会儿,赴石宴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进了门。 他说是从临时连夜搞完项目,就赶回来了,有点累了。 真就,挺好笑的。 这明明是橘子一夜游泪的吧。 我差点笑出声了。 他手里还拿着我喜欢吃的小蛋糕,黄恩浩荡的表情递给我。 我看了一眼,不要。 他,专门给你买的。 我接过,走到垃圾桶旁,蛋糕自由落体,进了垃圾桶。 他怒道,不就是没过结婚纪念日吗? 那么矫情干什么? 一个家庭主妇,搞什么样玩意儿? 瞧,这才是他现在真正的新生。 嫌弃我是家庭主妇。 可我是因为他若惊,不得不痛苦地反复试管备孕,才离开公司的。 当初我们同是学习设计的。 我的成绩全专业第一。 导师曾说我是他见过最有天赋的设计师。 而他,专业上不过是平平无奇而已。 明明是我因为他做出了牺牲,现在他竟然还要因此嫌弃我。 凭什么呀? 我对回去道,就算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怎么了? 我辛辛苦苦操持家庭,就不配过个结婚纪念日吗? 他沉声质问,林薇,你什么意思? 我反问,你什么意思? 他,我在外面累死累活,回家还要看你脸色。 我,看你浑身干净的,不像很累啊。 回到家才累的吗? 那就别回了。 我脸色不好看,你可以不看,没逼着你看。 他,我不和女人斗嘴。 我给了你台阶了,你最好自己下来。 我嘲讽道,傅石燕,你觉得你有那本事给我搭台阶吗? 你真以为你现在拥有的这一切,都是凭你自己本事证的吗? 傅石燕一下子仗红了脸。 结婚以来,我一直是柔顺的,她就以为拿捏住了我。 她得意忘形太久了,忘记了我是怎样的人。 也忘记了当初她是怎么求我的。 我们林家,在身世是数得上的富豪。 富家,也就是刚入流。 傅石燕的设计公司,借助了我家的人脉。 公司最重要的几个设计项目,都是我最后打磨的。 现在,她竟然还好意思鄙视我。 果然真心遇到渣男,还不如去喂狗。 看她不知是羞丧还是气愤地愣在原地,我转身就打算出门。 我约了大学好友苏白谈开工作室的事。 这时,门铃突然响了。 看到屏幕上显示的人像,傅石燕抿紧嘴唇钻紧拳头,明显紧张了。 我看到门外的人,抿嘴笑了,稳稳坐回了沙发。 傅石燕略意沉吟,就打开了门。 刘雨晶拎着大包小包就进来了。 傅石燕接过她的行李道,怎么不等我去接你呢? 你这身子还拿这么多东西。 她说着就把一双一次性拖鞋打开,蹲下来摆在她脚前,还没来得及给你买新的。 你先穿这个吧。 本来我还以为是刘雨晶自寻上门的。 现在看来,是两人合议的。 我就说傅石燕怎么舍得回来了,还怎么突然转信给我买蛋糕了。 原来是两人合计好了,先礼后兵,想上演夫妻双双把家还呢。 应该是经过了昨夜惊情,他们觉得外面不安全了,还是家里安全。 这时,刘雨晶抚摸着小傅,夹着嗓子说,阿燕,能在你家住着太好了。 薇薇是全职主妇,正好能照顾我。 你就放心吧。 傅石燕像平时一样,随嘴就吩咐我,林薇,你去给晶晶买一双舒服点的拖鞋。 没有任何回应,他不耐烦地回头,看见我在沙发上好整以暇的样子,心虚了一下。 估计刚才被白月光大驾光临之喜冲昏了头脑,现在才想起来我们刚才有局语了。 他解释道,晶晶投胎害怕,你没事正好可以照顾他。 我气笑了,我没事,那是我命好,凭什么要照顾他呢? 他算老几,老大老二还是老三? 反正你在家也没事,顺手照顾一下他有什么问题。 顺手?顺手我可以养猫养狗养王八。 我为什么要顺手照顾他? 他比那些猫狗王八好在哪儿? 此时,我内心添女散花般地喷血。 被老公要求去照顾他怀孕的白月光,这么狗血的剧本都能被我拿到。 我这是前世造了什么孽啊? 刘雨晶站在傅石燕前面,白白的小脸渲染玉气。 把傅石燕心疼得有,好像她的心头肉被弯了似的。 她妈生病都没见她那么心疼过。 不愧是刘雨晶的头号滋身舔狗。 刘雨晶气道,阿燕,都是我的错,不该给你们添麻烦。 林薇虽然是闲着的,但是也不能要求她顺手照顾我。 她觉得不方便,我就走吧。 她说着眼泪就流得千娇百昧的。 我冷笑道,既然认识到是你的错,那就赶紧走吧。 啰嗦半天要走,人却从门厅移到了客厅。 你到底是要走还是要留? 难不成还等着我开叉车送你? 傅石燕看向我,皱起了眉头,那褶子能夹死苍蝇。 她一字一顿道,林薇,这是我的家,还轮不到你说了算。 我说过会对晶晶负责,要走你走。 刘雨晶向我露出一闪即逝的得意。 我不急不许回对,这个家是你的。 你可真是癞蛤蟆跳悬崖,在心上人面前死了也要装蝙蝠侠啊。 你还要对她负责。 怎么负责? 你是单身? 还是说她肚子里的孩子,你有法律上的义务? 我话音刚落,她脸上竟然闪过一丝慌张。 这可有点意思。 她慌了一下,脸色很快恢复如常,然后理直气壮地说, 本来就是我对不起晶晶,应该对她补偿的。 当初拍拖,是我妈逼着她离开我的。 她是被迫背井离乡去了异国的。 刘雨晶悠悠道,虽然我被迫嫁给了我不爱的人,但青州已过万重山了。 我已经不愿伯母了,只愿我们情深远浅。 傅石燕又道,林薇,你什么时候能像晶晶一样大度,善解人意? 看着他俩的表演,我吃惊得,瞳孔都要放大了。 我脱口而出道,你们这是脑残了?还是脑死亡了? 你们不知道我和沈泽认识吗? 沈泽,刘雨晶前夫。 同事身世富豪,我们两家交集也并不少。 刘雨晶耿着脖子说,那又怎样? 我笑说,我只记得沈泽说,被人算计下药,不得已娶了一个女人。 难道那个女人不是你? 你给别人下药也是被迫的。 刘雨晶,你别血口喷人。 傅石燕,真没想到你那么恶毒,竟然造谣重伤精精。 我转向刘雨晶,要不要我把刚才你说的话,跟你前夫再说一遍。 刘雨晶毫不示弱道,真的假不了,假得真不了。 你跟谁说我都不怕。 她不信我和沈泽有联系。 傅石燕笃定道,晶晶,我相信你。 看着她俩情深异常的样子,我笑着拨响了沈泽的手机。 刘雨晶看我真打电话,吓得脸色苍白,扑过来就想阻止。 可是晚了,电话接通了。 一个沉稳的男生响起,喂? 喂喂,难得你主动找我。 刘雨晶抢着说,沈总,别听林薇胡说。 沈泽,刘雨晶,你潇潇停停地待着,否则别怪我下手。 傅石燕,姓沈的,少在这里威胁恐吓津津。 沈泽,喂喂,这就是你那个脑残老公。 你还留着呢? 等着我开叉车帮你插吗? 我,正插呢。 这不是遇见你前妻和他上演一往情深吗? 你前妻说是被迫与不爱的你结婚的。 你倒是说说你是怎么胁迫你前妻的。 在他迫不得已离开我老公后,又迫不得已嫁给了你。 你展开讲讲,让给那两个当事人听听。 他俩现在是当局者迷呢。 沈泽,刘雨晶,你听好了。 生下孩子,我鉴定完是我的,会给你一笔钱。 不是我的,你就等死吧。 你在闹腾,我就让你等不到你生。 刘雨晶小脸,煞白煞白的。 我笑道,二位,有什么不清楚的,赶紧问吧。 刘雨晶面如道,阿燕,我还是去酒店吧。 就别麻烦林薇了。 傅石燕道,我陪你去。 两人如交似漆地走到门口。 一打开门,突然刮来一股旋风。 接着,刘雨晶就被啪啪扇了两大耳光。 傅石燕他妈出场了。 刘雨晶进门的时候,我就通知他妈了。 他儿子演戏,当妈的可不得免票观看吗? 傅妈收到信息,立即上演速度与激情就冲了过来。 这两截耳光,下手挺狠。 刘雨晶的小脸一下子肿了起来。 他不可置信地捂着脸。 傅石燕赶紧把刘雨晶藏到身后。 妈,你打晶晶干什么? 她是孕妇。 傅妈,孕妇怎么了? 你要去当便宜爹去。 你个冤大头,二百五。 傅妈直瞪着刘雨晶,当初让你走的时候,说得不清楚吗? 傅石燕激动地说,果然是你逼走晶晶的。 妈,我是你亲儿子,你为什么要断送我幸福? 傅妈气得直喘。 半晌,她问刘雨晶,你是不是从我这里没拿到钱,不甘心? 非要祸害我儿子。 刘雨晶小脸赤成黄绿青蓝子的变化着。 傅石燕像窥见了天机一般,吼道, 妈,原来你真的一分钱没给就把她逼走了。 没钱她怎么养活自己? 她找别人果然真是迫不得已。 傅妈这时忍不住了,一脚就踹过去, 我怎么生出你这块叉烧? 原来,当初刘雨晶看上了家境更好的沈泽, 就用了卑鄙手段和沈泽在一起了。 傅妈为了照顾傅石燕的自尊心才没说的。 刘雨晶还想借此拿捏傅妈给她一笔钱。 傅妈说她再多说一句话,就直接告诉沈家。 刘雨晶这才没敢再要。 刘雨晶这时捂着脸, 樱樱气道, 阿燕,你别跟伯母吵。 伯母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说完她,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含泪跑出去了。 不得不说, 这个小绿茶说话还真有一套。 像是肯定,实则否定的话, 哄得傅石燕团团转。 傅石燕在后面紧追不舍, 还喊道, 惊惊,我相信你。 两人上演一出你追我逃的深情戏码。 傅妈尴尬道, 薇薇,你别担心。 我会把那个二傻子拽回来的。 我,你都说了他是二傻子, 我还会要吗? 傅妈赶紧又说, 阿燕只是一时糊涂。 等过了这段时间, 她就会清醒过来迷途知返的。 我淡淡一笑, 我,林薇, 从不等人, 更何况是别人的舔狗。 离婚吧。 我先是找了律师, 让他拟离婚协议。 然后再找苏白商量开工作室的事情。 苏白说, 这次我再不能放他鸽子了。 毕业前夕, 我们就商量好一起开工作室的。 但是我和傅时燕结婚后, 为了备孕而精疲力尽, 这事儿就耽搁了。 我和导师也联系了, 告诉他, 我们新开了工作室。 导师听了十分开心。 他本来就觉得, 我放弃设计师浪费天赋。 我又提前跟我妈也打了招呼, 说我要跟傅时燕离婚了。 做完这一切, 也不过是大半天的功夫。 我一身轻松地回家, 可没想到一开大门, 我吓了一跳。 我爸妈, 我公婆和傅时燕都在家了。 我进门时, 傅时燕正在那里诉说着她不幸的家庭生活。 我不理解她。 我不注意形象, 带我出去让人笑话。 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她每天回家就像坐牢, 说着说着竟然还委屈地眼眶泛红。 她的意思就是, 我又丑又老, 又不注意形象, 没有内涵, 还没有趣味。 原来她是这么想我的。 就连因为备孕, 我坚持素颜不化妆, 落在她眼里, 都是我不注意形象丢人。 果然没有爱, 怎么说怎么做都是错。 公婆一边骂着傅时燕, 一边替她解释着。 她们明着是说, 自己儿子做得不对, 实则暗指我做得不够好。 以前我妈说, 儿子站在哪边? 父母的心就在哪边? 我还不信。 我还说傅时燕父母就是反例, 他们是明辨是非的。 现在看来, 我还是太幼稚了。 我叹了口气道, 原来是因为我不好, 老公才去给别的女人送温暖啊。 就连结婚纪念日都要专心一意地陪别的女人产检, 还要全程都见证她的深情。 说着, 我就晒出了她口水拉丝的截图。 傅时燕吃惊地张了张嘴, 一脸恐惧, 半天才说, 这是屁图, 不是我。 她还不知道自己上了热点。 她爸妈也道, 威威, 你不要用这些假图, 伤害你老公的名誉。 说到底, 咱们是一家人。 傅时燕装作伤心道, 爱, 在微微眼里, 我哪里算她家人呢? 也不知道她最近为什么处处挑我的刺。 现在为了跟我离婚, 连这么荒诞的假图都拿出来了。 我笑了笑, 不慌不忙, 又晒出了产科门口她舔肚皮唱歌的小视频。 傅时燕一下子慌了, 你怎么有这个小视频? 我回道, 你当时不是说, 希望我在你身边吗? 我告诉你我在你身边了, 只是你不信啊。 傅时燕像快被雷轰过的死树庄子, 处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 她爸妈看了她一眼, 不吭声了。 我爸妈看了她一眼, 脸色铁青。 我爸问我, 你什么打算? 我, 离。 我爸冷冷地道, 那就赶紧办手续吧。 我公婆急了, 亲家, 我们是来劝和的, 不是劝分的。 我妈沉着脸说, 原来你们眼里微微如此差劲。 我的女儿是我们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心里怕摔了的宝贝, 不是用来给别人当牛做马遭贱的。 傅时燕傻眼了, 她以为她抱怨我半天, 大家都会同情她谴责我。 可真好笑, 我爸妈会同情她而委屈我吗? 看我们一家意思一致要离婚, 她急了, 结结巴巴道, 我没有要离婚啊。 我冷冷地道, 我知道啊, 是我要离婚啊。 离婚这事儿拉扯得有点不爽。 傅时燕拖着不想离婚, 倒不是因为有多爱我, 是因为她家的生意还得借助我家的势力。 她并不是真的傻到了为了白月光可以抛弃一切。 不过是普希南的自大, 以为可以扑傲我, 想其人之福。 他们全家齐上阵, 千方百计想说服我不要离婚。 或者即使离婚, 也想争取更大的利益。 说实在的, 那些财产在我眼里根本不值一提。 可我凭什么去便宜别个女人的舔狗呢? 拉扯得挺烦, 我和苏白开工作室的事又是关键时刻, 我便暂且没理她。 可没想到, 她找上门了。 我和苏白从餐厅出来, 就遇见了傅时燕小心翼翼地掺着刘雨晶, 一副狼情惬意的样子。 苏白忍不住了。 喂, 遛狗远一点, 我狗毛过敏。 傅时燕, 注意你的修养。 苏白, 嘖嘖, 这婚都没离呢, 就扶上别的女人的, 修养真挺高。 看来当上便宜爹, 能提高修养。 刘雨晶道, 羡慕吗? 单身狗。 她这话, 挑衅的意味很明显。 我忽然觉得, 今天刘雨晶是想干点啥。 苏白不惯着她, 我单身, 是贵族。 你怀孕, 也改不了排行老三。 真以为找了个二臂当街盘侠很美啊。 你千里迢迢地奔着她来了, 可她不舍得跟她老婆离婚呢。 刘雨晶, 你少得意, 阿燕根本不想要她, 是她不放手的。 我, 是吗? 我不放手吗? 刘雨晶, 你放手就该净身出户。 我笑问, 净身出户。 你怎么想出这种美式的? 你觉得你那张大饼脸长得美吗? 傅石燕, 你先提出离婚, 你就必须净身出户。 我问, 你提这个条件, 你爸妈知道吗? 傅石燕, 他们当然知道, 而且还支持。 我笑回, 既然你们全家意见一致, 那我干什么可就没人能怨我了哈。 我一边转身走一边打电话, 他俩还停在停车场出口。 我脑子里一闪而过一个面头, 他们不会想带着肚子。 等我过收费口车速降低时, 撞我的车碰瓷吧。 我刚走到我车旁边, 傅石燕就气喘吁吁地追上来。 他指着我, 一副气得要死的样子质问, 林薇, 你怎么那么卑鄙? 我, 卑鄙的事多了, 你指哪一件? 他, 你为什么让李氏撤资? 我, 那李氏为什么给你投资? 难道图你这个爹便宜吗? 他, 你明知道这个投资有多重要。 我, 知道呀, 不重要还不让李氏撤资了呢。 傅石燕听傻了, 苏白伸手拉我走, 说别浪费口水在傻臂身上。 我刚一回身, 不知何时刘雨晶站在我身后。 我急杀停住脚, 差点碰到他。 刘雨晶却哀悠一声大叫, 抱着肚子就蹲在地上。 一群吃瓜群众自发围了上来。 我瞬间明白, 原来这果然就是刘雨晶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她就是来碰瓷的。 傅石燕这时像亲娘要死了似的, 红着眼眶抱起刘雨晶就想上我的车。 我可真是要笑死, 竟然还想上我的车。 我说, 你俩离我车可远点。 我怕打雷劈不准, 我遭殃。 傅石燕威胁道, 林薇, 晶晶有个三长两短,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对回, 坏人活千年。 她要真那么容易死, 倒还能证明她是个好人。 傅石燕抱着刘雨晶就往自己停车处跑去。 还没跑两步, 她就扑通摔了一跤。 刘雨晶这时可真不是装的了。 血一下子就染红了她的小白裙。 可我看见她竟然偷偷舒了口气。 我这才发现我小瞧了这个小绿茶了。 她这是想一件多雕啊。 这孩子一没有, 不用怕前夫亲子鉴定了, 又能赖上我了, 还可以让傅家买账同意她进门。 可她不知道这么做也露出了狐狸尾巴。 如果这孩子是审则的, 她拼死都会生下来的。 因为有了这个孩子, 沈家给她的财产远远会超过傅家能给的。 她不想要这个孩子, 只能证明至少在她心里, 认定这个孩子不是沈泽的。 我妈很快给我打电话, 你把刘雨晶状流产了。 我, 妈, 我除了看上傅石燕那个傻逼外, 还干过什么傻事吗? 你放心吧。 我妈不放心又追问, 离婚还没办好。 要不要家里帮忙? 我, 逗他们, 还不用你们出手。 我回到家时, 傅石燕父母已经在房子里了。 傅爸一脸沉重, 微微啊, 你怎么能这么冲动呢? 你就是再生气, 也不能去撞刘雨晶呀。 现在他要告你故意伤害。 这时他们还在眼白脸, 说只认我不认刘雨晶。 我装作害怕地问, 那怎么办? 傅妈, 刘雨晶提出, 如果你净身出户, 他就不告你。 我又问, 那你们二老是怎么想的? 傅妈, 哎, 这把柄在他手里, 哪容我们怎么想啊? 你们家也不缺这点钱, 就当破财免灾吧。 我心里暗笑, 原来他们已经站在了刘雨晶那边, 想合谋让我净身出户呢? 真是一秋之河。 我逗他们说, 我想想吧。 傅石燕父母看我语气不强硬, 以为是我心虚了, 满意地走了。 傅家等到刘雨晶出院, 也没等到我的明确答复。 他们暗戳戳问了我好几次, 我就像猫丸老鼠一样, 将答应不答应, 有希望又不确定, 模棱两可的, 让他们心痒痒又没办法。 真是挺有趣的。 可刘雨晶不想玩了, 她急了, 不过还在小月子就找上门来。 还别说, 她还挺吃苦耐劳的。 我不见她, 她就在我工作室大厦外, 守了四个小时。 她精疲力尽的时候, 我神采飞扬地走了出来。 和素颜略微臃肿的刘雨晶,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傅石燕一时之间, 有点恍神。 我笑说, 看来傅石燕伺候得挺好, 长胖了哈。 刘雨晶条件反射, 就去摸腹部的坠肉。 我笑得更开心了。 刘雨晶气恼地说, 得意什么? 你到底同不同意净身出户? 我, 不同意怎样? 她, 那我立刻报警。 我, 那我不同意。 她, 你以为我不敢报警吗? 我, 没以为啊。 抱不抱随你自己啊? 我又不是你妈, 我哪里管得着你? 刘雨晶彻底被激怒了。 她立即报了警。 警方说, 这种事情, 调解对双方都好。 刘雨晶, 她不同意, 就让她坐牢。 紧急赶过来的傅家父母, 恳切地劝导我, 威威啊,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还是赶紧答应她吧。 我问刘雨晶, 你的意思是, 我撞倒的你。 我要净身出户, 把财产都给付实验, 不然就告我故意伤害, 让我坐牢。 对吗? 刘雨晶一脸热切地说, 对。 我淡定地对警察说, 警官, 请一定记录清楚她说的话。 我要说的是, 她不是我撞倒的。 我甚至都没碰到她。 傅妈急道, 你前两天不还亲口承认说, 你撞了她吗? 傅爸, 对啊, 我也可以证明。 我, 我从没说过我撞了刘雨晶。 我是问, 如果撞了, 有什么后果? 那是假设。 我对警察说, 停车场不是有监控吗? 刘雨晶一脸得意, 对, 把监控拿来就能证明了。 警察黑着脸说, 停车场监控没有了。 不然还用在这里扯皮吗? 刘雨晶和傅家听了, 满脸轻松快意。 我知道, 他们为何这么开心。 我早就知道, 他们去删了视频。 可我根本不着急。 因为那视频, 我有呀。 当天的事正发生在我车边。 我的豪车360度全景记录仪, 录得清晰无死角, 连他的假睫毛都能看清楚。 我说, 停车场监控虽然没有了, 但是我的行车记录仪有录像呀。 傅石燕一家, 脸色骤变。 刘雨晶急了, 你那视频是伪造的。 我笑呵呵道, 你还没看, 就知道是伪造的了。 你是在质疑警察分辨不出视频的真伪吗? 刘雨晶和傅家赶紧改口, 说不追究我了。 我转身对警察说, 警官同志, 刚才林小姐说的话, 您可是有录像的。 她说我故意撞她, 我不同意给出全部资产, 就让我坐牢, 这算诬告陷害还是敲诈勒索。 够立案标准吧。 刘雨晶这才明白 我刚才一直在套她话。 她气急败坏地骂道, 林薇, 你个贱人, 算计我。 我, 真好笑, 说道贱, 还有人能比得上你。 傅石燕父母转而求我说, 林薇, 算了吧, 这都是误会。 刘雨晶还在小月子里, 照顾一下她的情绪, 不好对她太过分。 我道, 你二位说的还是人话吗? 到底是谁过分? 哪句话是误会? 她小月子又怎么了? 她诬陷我时可没挑日子。 再说了, 法律都不认为小产需要照顾, 你们让我照顾她。 你俩看我像圣母吗? 傅石燕阴沉着脸, 你想怎么办? 我, 有过错方净身出户是起码的自觉吧。 傅石燕, 一人一半。 我, 不可能。 傅石燕, 别太过分。 你证明不了我有过错。 就是上法庭你也拿不到更多。 我, 这我可没强迫啊。 你自己考虑。 我的意思很明白, 如果傅石燕不净身出户, 我就不会撤销对刘雨晶的指控, 那她今天就出不去。 可是傅家还是一口咬定财产不放弃。 傅石燕, 晶晶, 我们不能让她得逞了。 别担心, 我天天陪你。 我嘖嘖感叹, 就这样还能把自己伪装成深情男主画大饼呢。 刘雨晶进退两难, 她这时才明白, 和真金白银的财产比起来, 她根本算不得什么。 我离开警局的时候, 他们四个正极地向热锅上的蚂蚁, 四处乱窜找出路。 再见傅家人, 就是法庭上了。 傅石宴请了超级出名的大律师, 起诉离婚, 要求平分财产。 我抛出我们的婚前协议书。 协议清楚约定, 谁婚内出轨, 谁净身出户。 我晒出她陪刘雨晶产检等一系列证据。 傅石燕声称那只是友情相助, 并非出轨。 这时, 我晒出了傅石燕在五个月前, 前往一国和刘雨晶相会的证据。 傅石燕说那是趁着出差, 与老友相聚。 我反问, 公司何时有了那里的业务。 傅石燕厚着脸皮说, 就算是专门去看了老朋友, 那又怎么能算出轨? 这时, 我拿出了杀手锏。 沈泽作为视频证人出镜了。 她说, 我和柳小姐离婚后, 她声称怀了我的孩子。 我同意, 若生下后, 鉴定出是我的孩子, 我就付四亿给她。 若她怀的不是我的孩子, 她就必须返还离婚时, 从我这里得到的一亿财产。 所以, 当我得知她流产时, 第一时间请医院对胚胎基因进行了检测。 检测结果证明, 视频突然黑屏了。 我赶紧补充说, 虽然沈先生没说完, 但是她有鉴定报告。 我将再次尝试连接视频, 并请她出示报告。 这其实是我和沈泽联合定的一个计。 傅石燕紧张地说, 即便亲子鉴定是我的孩子, 那又能证明什么? 刘雨晶想要个孩子, 我们是人工受精的, 并非出轨而怀的。 我笑说, 背着妻子和别的女人做人工受精。 算不算出轨, 法官判断吧。 旁听的刘雨晶面无血色。 她完全没想到沈泽对流产胚胎进行了鉴定。 她那段时间和傅石燕做过。 鉴定出是父的孩子, 会使她失去离婚时所获得的所有财产。 她一着急, 失控骂道, 傅石燕, 你个混蛋。 就做了一次, 你就害我失去了一个亿。 傅石燕大喊她闭嘴。 可惜晚了, 大家都清楚听到他们做了一次。 我感叹道, 一次一亿, 这活, 真值钱。 傅石燕律师狡辩道, 对, 就一次, 就像嫖娼一样。 你能据此就说我当事人是出轨吗? 刘雨晶大喊道, 你妈, 你才是娼。 法官尴尬地对她进行了警告。 这时, 视频又连线上了。 沈泽接着说, 鉴定结果, 那胚胎确实有我的基因。 但可惜, 孩子没能生下来。 所以很遗憾, 林女士不能获赠四亿元财产。 沈泽话音一落, 整个法庭一片肃静。 刘雨晶都傻了。 我怂怂间说, 找别人当爹不便宜哈, 没了四亿呢。 刘雨晶顺时爆发出七力的叫骂, 傅石燕, 你个王八蛋。 你害藏我了。 你他妈的陪我。 法官啊, 你要抓她, 是她勾引我的。 她追到一国说想我想的难以入眠。 她舔我, 说我是她永远的女神。 刘雨晶短时间连续受到巨大反转刺激, 大脑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了。 傅石燕脸色苍白, 瘫坐在椅子上, 嘴上还叨叨着, 刘雨晶, 你个婊子, 你竟然骗我。 你那时不是说你和沈泽感情破裂, 没有和她睡吗? 你怎么怀上她的孩子的? 这个时候, 她还在纠结她的白月光和谁睡了。 果然是真爱战事啊。 我勾纯笑道, 关键是, 如果不耍小聪明, 故意留掉那个孩子, 就可以拿到四个亿。 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轻轻性命啊。 刘雨晶当庭豪哭起来。 法院最终判决离婚, 傅石燕净身出户。 傅石燕七位属律师费, 还要她父母掏钱。 一开始, 他们还想赖律师费, 又被律师起诉了。 傅家不好的名声就传了出来。 在深城业界, 我们邻家就是风向标。 我们家甚至都不用额外做什么, 只是宣布不与傅家做生意, 别人也都跟风不会去做。 傅家很快就只能苟延残喘了。 傅石燕父母多次求我 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 帮衬他们。 我说, 如果你们没合起伙来帮刘雨晶骗我, 我说不定还看二老面子。 可惜啊, 傅家听了, 那后悔药, 满世界找不到。 我就是故意让他们后悔的, 让他们一辈子 就在这种悔不当初的心态下过日子。 刘雨晶免了牢狱之灾, 因为她进了精神病院。 她离婚时的财产正好用来支付住院费了。 傅石燕还想通过结婚, 成为刘雨晶的监护人, 借此侵吞刘雨晶那一亿财产。 可惜刘雨晶病得挺重, 不能做出自愿结婚的意思表示, 不符合结婚的要件, 所以不能结婚。 我不得不暗笑, 她的企图又没得逞。 我和苏白的工作室声名确起。 我的导师看了我们的设计作品, 赞不绝口, 夸我们的灵性, 实属罕见。 他放心地给我们介绍了几个大客户。 我们的作品, 很快就成为行业顶尖产品了。 当我身着礼服去参加行业最高级别的颁奖礼时, 看到了在会场门口点头哈腰发名片的副实验。 他身上的西装又大又旧, 头发灰白, 脸色黑红, 刻着愁苦的痕迹, 一看就很潦倒。 苏白笑着说, 你知道吗? 他们全家欠了一屁股债, 现在驻天桥下面躲债主, 去跟狗抢快餐店倒掉的餐食。 就这样还不脚踏实地谋生。 天天梦想着找个冤大头投资, 让他们一家翻身。 今天这身西装估计是在垃圾桶捡来的。 我笑说, 嗯, 挺好。 苏白道, 我一直好奇, 那个摊儿真是沈泽的吗? 我抿嘴道, 你猜, 其实是谁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是谁的才能让刘雨晶后悔到发疯。 苏白了然大笑。 傅实验循着笑声看了过来, 脸上表情瞬息万变。 然后他厚着脸皮, 凑过来套镜虎, 微微, 你今天真美。 我拍了拍衣裙, 和他拉开距离, 转身离去。 不过是个乞丐, 还是个人渣。 我的美跟他有什么关系? 跟他多说一个字, 都算我有病。 他还想上前纠缠, 突然撒腿狼狈逃窜。 几个一看就像打手的人追上去, 裹耳光的声音, 隔十几米都能清晰听到。 有钱穿的人母狗样, 没钱还老子。 给我揍。 没钱就揍一顿出气。 那人上去, 一脚将傅实验踹飞机米。 傅实验, 裂裂窃窃摔倒在路边的排水沟里。 其余的人一轰而上, 对他拳打脚踢。 他就在那烂泥里苦苦挣扎, 几次想爬起来, 又被踢翻。 最后他放弃挣扎, 蜷缩在那里任人打骂。 嘿, 给力。 这才是他该得的人生。 颁奖礼上, 我最崇拜的设计大师 对我获奖设计的评语是, 从作品中, 能看到设计师闪闪发光的灵魂, 闪闪发光的灵魂。 呵呵, 我喜欢。 自己能发光, 和聚白月光。